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金毛鼠一身是胆 这武术一劫尽浪 西夏和乌云 流传在冰险 就在放忙那天晚上 在我们客店那间房上吊自杀了 我不相信 我的夫君不是这种想不开的人 他说过 不能重与不重 他会马上回家的 他怎么会上吊呢 这我就不清楚了 蔡姑娘 她在自杀之前呢 还在墙上听了一首诗 好心酸啊 我灵系她的文采 同情她的不幸 我一直就舍不得把她死掉 如果你不信的话 可以去看一看 刘姑娘 请你带我 好 记得看 你看吧 他写的那首诗还在墙上 为了个龙黄盖住 那比字写得真好 那是绝比一头不太好 我和婆婆 千里迢迢来找你 你想到 竟只能见到你的绝壁 想过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你就算不念我的千丁万筑 日夜盼望 你也要想象家里还剩佑高堂啊 相公 相公 我真的太不剩 你太忍心了 发生什么事 玉元 玉元,你怎么了 啊,没什么 这,这不是靠儿的字吗 靠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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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太太年事已高 一路上又受了一点风寒 再加上丧子之痛很难承受 这个病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治好的 大夫,不管花多少银子 求求您要想法子保住我婆婆 我还要带她回家乡呢 进人事的 我开个房子 吃个十天半个月 这都是补药 很贵的 治好了婆婆 最要紧 刘师兄 我敬你 不敢 刘师兄 财高八斗 身知民间疾苦 又是刚朝太位的东床快叙 未来在皇上身边前途未可限量 但愿我主龙恩 早早放我出金 做个想限令 无怨足矣 世人攀龙赴凤有孔不及 像刘师兄这样 圣倦阵龙 又有豪门一事 权贵贤贺急于一生 何必急着外放啊 龙困浅滩 鸟在龙中 纵使黄金为巫 绿玉为床 终日锦衣玉食 也不是我刘涛 当日离乡背景的初衷 好 有志情 本府这次回乡祭祖 曾经路过免州 办过一件冤案 被冤枉的一对婆媳 就是因为家里的独子 进京赶考阴性断绝 弄得家破人亡 出境堪怜 这家人姓什么 那个媳妇的方名是 刘师兄何出此问 不瞒包大人 晚辈也是家中独子 上京赶考途中 不幸遇上盗贼 在贼窝被迫将近两年 与家中音讯全断 世上不会有如此巧合之事吧 再说 刘师兄蒙圣上赐婚 做了陈太尉的女婿 在家乡 总不至于还藏了一位媳妇吧 刘师兄为何不说话呢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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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家乡 是谁在弹琴呢 听到琴声 四季故人 一时不能自止 实在失礼得很 听琴而异话 这位故人 想必也是一位会扶琴之人 宝大人 明察秋好 晚辈也不敢欺瞒 晚辈在家乡 却有新婚的妻食 陈太尉父女知道了 近日才知 如何得知 晚辈以后我们脱出 此事若是闹开来 那是欺君大罪 陈太尉打算如何处置 家月亮大 小姐明里 包大人那日见到的方师爷 就是奉命去接他们来的使者 如果圣上怪罪下来 晚辈愿一例承担 本府在缅州所遇见的那对婆媳 本家幸运 包大人在哪里 包大人在哪里 岳父大人 有些人 什么风拔太尉吹来的 我是闻香而至 兴师问罪来的 哦 本府何罪之由 你请这个状元郎吃饭 却不跟我这个老岳父打个招呼 可是看中了刘涛的财学 想瞒着我网罗他不成 刘师兄乃天子门生 就算本府想借中他的才华 也得皇上点头 其实本府网罗得了的 你知道就好 我这个女婿 其实是皇上自己早就看中的 非要待在身边不可 包大人 我劝你少打刘涛的主意 成教 我还要告诉你 我那个宝贝女儿少了她也不行 你要她出来喝酒 半夜了还不放她回去 她跟我发急 我只好找你来要人了 这个年头做父母的还真不容易 有冒犯之处 不敢 令旭敦厚不止 本府一见如故 谈得开心 就忘了时辰了 还得劳驾陈大人来一趟 真是不堪 没关系 没关系 那我们走了 包大人留步 好走 不走 不走 她还真怕本府扎了她的宝贝女婿呢 你们先回去 是 好险 我还真怕包黑子乱来 把你给咔嚓了 包大人为什么杀我呢 你呀 哎呀 好险 相公 你真是好雅兴 一个人走到这儿弹琴 我还派人到处找你呢 是不是我家里的人来了 还没有 看来相公的心思 全放在夫妻重逢 一家团人上了 娘子不要误会 我 我只是 我跟你开开玩笑的 相公喜欢弹琴 不妨为我弹奏一曲好不好 这 好吧 那我就为娘子 弹一曲 夜雨祭备吧 又是夜雨祭备 我们夫妻恩爱正浓 朝夕相处 弹着我卑卑切切的曲子 做什么呢 说的也是 那我就弹一曲 沃马摇铃 这曲子我倒没听过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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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弹错了吧 这分明是李商颖的夜雨祭备 你怎么说是沃马摇铃呢 啊 娘子 可能是新装上的弦 我还谈不怪 我再谈一遍吧 不用了 我看 你心里只有旧学 根本没有把我放在心上 你 我会把你一家人接来之后 我看你还是跟他们回缅州去 我再也不想抢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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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公 不论旧嫌新嫌 我刘桃都注定做一个复兴害 不如早会会见 战断情思 战断情思 娘子这头青丝真美 但愿长醉其中 文儿汉说这样的话 真没志气 人生在世 不过数十寒数 所谓只献鸳鸯不献心 什么功名富贵 什么锦衣玉石 我只愿此生与娘子同生共死 永不分离 永不分离 相公 卸身这一头青丝本是为君而留 今日 也是为君而建 您在九泉之下 求求要怪我 君愿归起 花山一章秋枝 河山一章秋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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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昔山一章秋枝 河山一章秋枝 大人 青山南断贾武士 这件事情 大人就甭管了吧 苦逐不来申告 本府就是想管也管不了 常人只知大人铁面无私 刚正不恶 谁会想得到 大人还爱管人家的儿女私情 人生苦短 要不是人世间 不凭这事管不申管 我又何必整天板着脸做人呢 大人的苦心学生明白 但愿天下人也明白 纵然是怒目金刚 也有低眉菩萨的法相 我认识个上 他有种平衡 就在本身上 我别管他 也不会相信 他有种平衡 可以帮我打他 我这古琴乃无价之宝 求受时出无奈 不过先父林宗前曾分复过 这琴 只能落得有缘人的手 我大胆地问一句 客官可会操琴 这 曾经初学过 不知客官所学是哪一派的琴意 这 是少林派 少林派 客官有意取消 这琴不慢 对不起 是我的错 这琴是替我家主人买的 敢问你家主人是何人 我家主人 就是本朝荆轲的状元狼刘 刘状元 既是状元狼 想必是宝靴之室 是我斗胆 能否请状元宫引荐 这 姑娘 你这一琴就算是心事其真 也未必见得着当今的天子人生 客官说得对 是我不知分寸 这琴 就卖给你家主人了 你这一琴就算是心事其真 这琴追随了我多年 我想一个人静一静 与她做个诀别 蔡姑娘请便 我们在楼下等候 你这一琴就算是心事却 你这琴就算是心事 最好 你这淡 shadow 你这一琴就算是心事 臂逼我 我与流浪相识 是你牵的红线 而今 我与流浪天人永隔 你也将离我而去 只剩这鱼鱼鸟鸟 长洁恨寒 流浪啊 流浪 流浪 但愿 你在天之灵 还能听得见 我为你揍的这段长之痛 一定要听得见 你让人 RAW 是不是 就是 你应该怎么怎么办 是 你还能听得着 十戶九空 你们一家人也不能信命 他们都死了 不 不可能 我不相信 你的前妻 有一样传家之宝 林终一命 一定要交婆给你 你看 焦卫琪 这真的是焦卫琪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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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我使其一过 即到回乡 爹 娘 你们一门长寒 只看我光宗耀族 金榜提名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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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神血 你不要太过于自责 明日我们为你的双亲 还有妻子 坐上七七四十九殿水陆道长 抄露他们早灯极乐 只要你尽了人子之责 也就心安理得了 多谢岳父大人美意 明日我想奏请皇上 祝我此关归故里 为在家家 几卢守末 终此一生 相公 韬儿 朝廷阵当用人之血 皇上对你器重日甚 你要辞官而去 永赴审门 大大不至 相爷 相爷你笑得真 我功夫在庆祝里 一定不会怪你的 我一家遭此恨火 都因为我贪恋富贵 忘却轻恩 如今天谦是尽 我还有什么脸 站在庙堂之上 为皇上尽忠 请岳父大人开恩 小姐保重 小姐保重 小姐 你这样明文不灵 我也无话可说了 你这条命算我白旧了 你这头我也受不起 爹 相公一家惨死 回家祭嫂爷是应该的吗 不如让女儿陪相公回去 怎敢老嫁小姐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 只要我不点头 谁也不许去 岳父大人 走不走也不急着一两天嘛 我们可以再商量 爹别再生气了 相公让保重身体 我们先回皇去 老爷 那个蔡玉元 逼着客栈掌柜的 要带她去找状元公的 白骨之地 看来 没有个真凭实据 她是不会肯走的 一个死不肯走 一个非走不可 这对夫妻还真顽固 事情要是拖下去了 万一叫他们碰上了 你不会想法子 让他们永远碰不上吗 是吗 是否 是否 那可여 夫妇 快参张 都怪不香港 歹 brasile 为总 如果得到 没有想法子 都怪不得 首办 我也不走 包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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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醒来啊 包大人 包大人 快醒来啊 包大人 笑语有难 包大人 你快醒醒啊 老人家 是你在说话吗 笑语有难 包大人 速去大救 笑语是谁 她在什么地方 老人家 老人家 老个大奸大恶之人 是本府看错了她 夜来客栈中那对老上 果真是参议员婆媳 文情落泪 思期心酸 没想到那天晚上 刘涛的所作所为 剧都是在作息 本府竟然给她骗过 大人是认为 越来客栈中那把无名火 真的是刘涛派人放的 客栈房中提示 却是刘涛笔迹 用意不过是希望 蔡玉元死了心回乡去 没想到 蔡女质疑不见夫君遗骇 绝不离去 长此以往 难保不在京中壮见 为了长保富贵 狠心烧死发气 除了刘涛还非有谁 大人是非彻查此案不可 此案不办公道可存 大人既如仇 不过上天有好生之德 学生希望大人 再给刘涛一次机会 你的意思 再试他一次 再给刘涛 再给刘涛 你还是要走 岳父的大恩 小姐的申请 在下只有来世在报了 我知道你归心四界 不过是缓折缘 我爹也不是个天下 何不等他氣消了 讓他面奏聖上 准你回鄉掃墓呢 相公用情如此之深 你的芋圓娘子 地下有之 也該瞑目 相公用情如此之深 也該瞑目 夫人今之玉業 卻是溫良賢淑 從無嫉妒之心 可惜玉圓沒有福氣 不等與夫人結為姐妹 是我沒有福氣 但願此身身為蔡玉圓 能得到相公的一往情深 縱使九泉 也無遺憾 是我對不起小姐 莊元爺 開封埔包大人來訪 正在客廳等著您呢 大樂人找你有什麼事啊 是 大樂人 還沒幾乎 目前為三寺 您呢 這世界中的群人 迷惑 不准咱太楓了 要是獲得 寂靠 不知状元郎可曾听说 月来客栈 晚辈深居捡出 不知道有这个地方 那月来客栈原本默默无闻 只因一场无名大火 烧死了一老一少两名妇人 据说那两名妇人 只前来辩量寻夫寻子 这太可怜了 那名年轻女子可算是一名孝女 大大火初期她没有自顾逃生 反而以身体挡在婆婆身前保护于她 只可惜水火无情 两人都未幸免于难 这样的媳妇太难得了 奇怪的是 自从月来客栈被坟之后 许多人在夜里 听到传来弹奏古无情的声音 情音悲怯动人 似有无限忠诠 本府闻听状元郎来古无情大家 造语非凡 故而冒昧前来 请状元郎前去听听着夜半情音 也许能结各种范围 包大人查案 如果我需要宛辈的地方 自然是恭敬不如从命 看他的样子好像全不知情 不管你是真是假 是狐狸咱们要露吹一般的 很好 今夜二斤 请状元郎与本府一同前往那月来客栈 听听夜半鬼弹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状元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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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世界人的 这首曲子 是陈流派的名作 名作 人生的 除了一个人 没有人能够揍得如此之好 那是何人 难道会是他 玉云 玉云 长官 爹要请你听他些什么事 什么事啊 搞算你连自己看了 勘探天空生我才 十年苦读就可衰 穷途落魄无归路 孤魂独上望香台 这首诗是读书人穷途末路之作 丧尽难而至起 难登大影之堂 岳父大人怎么会欣赏他的 我也不明白 大概是有人请别写晚年 不好推却 相公反正举手之劳 就请一代笔 这首诗 不是岳父叫我代笔写的吗 怎么会成了我的绝笔呢 一定是预言没有死 一定是预言他们找来了 我 难道 是岳父想用这首诗来骗走他们吗 被大火烧死的一老一哨 难道是娘跟岳元吗 他是死的一老一哨 不管你是人是鬼 就对你先人生 让我看看你 玉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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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叫谁 我是在叫我的娘子 你娘子不是在太备府吗 这些人都不认识 包大人有所不知 晚辈解法之期蔡玉元 原在缅州 日前太尉差人去接他们来 不料却带话回来 晚辈一嫁全死云瘟疫 晚辈将信将疑 正要回乡一探究竟 可是刚才传来的琴声 我却听出来 那是玉元所作的夜雨济北 你没听错 包大人 这首曲子 是那人为我送信那天晚上所奏的 是 世上 再也没有人能奏出这断肠之痛 我也永远忘不了这绝别之意 壮元郎 本夫再问你一句 倘若你的妻子重生 家人团聚 而那程太尉又不肯屈酒 你可舍得着到手的荣华富贵 只要我能再见到他们 就算是粉身碎骨 我也心甘情愿 夜前的荣华富贵又算得了什么呢 很好 相公 华富贵 既然不肯屈酒 你是不是很像你 两个绁划 你很肯定不肯定有些吗 我心不肯定有些吗 没有 你肯定有些吗 你肯定有个人 我肯定有些吗 还想吗 我们肯定会 我们可以是好 所揍的 世上 再也沒有人能揍出這斷腸之痛 我也永遠忘不了這絕別之意 壯元郎 本夫再問你一句 倘若你的妻子重生 家人團聚 而那程太尉又不肯屈酒 你可捨得這到手的榮華富貴 只有我能再見到他們 就算是粉身碎骨我也心甘情願 夜前的榮華富貴又算得了什麼呢 很好 相公 玉緣 相公 玉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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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你 我不是在做夢吧 真的是我 相公 我是火神仙的玉緣 玉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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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會來這裡呢 我娘呢 我娘是不是跟你一道呢 多顧了包大人 救了我和婆婆 要不然 我們今生就能再相見了 是老邊爺救了你 是老邊爺救了你 那天晚上我已經睡著了 突然有人將我叫醒 要我速去救你 我來派人去查 聽說越來客戰起火 等我趕到現場已是活勢磨慢 奇怪的是 唯獨玉緣母女安戰無恙 您說 要不是天可憐孝母 又怎會有這樣的奇蹟呢 多謝包大人 賜我欺慕重生 壯元郎不必謝我 那是因為你自己情深意重 孝感動天的腐敗 倘若這把火是你放的 只怕開封府的骨頭閘 既然發出速殺之聲 難道 越來客戰之火並非意外 你娘親身體不適 壯元郎還是回去 撩卻你的家務事 至於 越來客戰起火的帳 本府還要與你那老丈人 清算一二 總統